委員對於網紅四茶貓爆料說 您出席八人晚宴吃掉五萬元 那您上午回應是不實的 是指單據不實嗎 但是林憶華有證實說 這場產業是攤業 那另外委員早上回應過 下午怎麼願意再出來說您一次 也有人認為說 參會上次都是等於你生男前輩的 早上我可能沒有聽清楚 當天就是朋友邀請你參會 委員因為這個菜單之後 所以網友就說 看到裡面有美術 然後就說好像反美豬 但是反美豬 但是最失眠 這才來的影響 然後就很痛苦 國民黨的立場意識就是牛豬分離 我們反萊豬 反美豬 我想這個立場意識都很清楚 所以不需要通過 通換概念這樣的方式 來討論這個問題 另外委員有告訴說 這個U-bike 前半小時要免費 這種訊息 但其實這個預算 就可能要多花了一億五千萬 那這個錢要從哪裡來 其實台北市交通的問題 應該要從怎麼樣提高 我們旅遊書的使用率 還有公共運輸使用率的基礎來思考 所以其實包括恢復U-bike 前半小時免費 以及多元彈性的月替機制 都是從這個方向來思考 從這樣的想法來出發 那台北市的財政相對流見 好市府的事情就做到了 所以我想其實恢復U-bike 前三分鐘免費 是台北市政府鼓勵運輸出 政策的開口 Up to this 佩論 那些這個 mmM 4 好 我